前后三名这个问题 那刚刚我们有一题就是说 用那个什么呢 算什么五万以上大于 所以刚刚有一个练习题 我们那个练习题这边 不是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三名符 你这边可以试一个什么 大于多少 当然也可以小于 也可以等于 或者大于等于小于等于都可以 也就是这个地方一定是什么 双名号 然后后面的话会有个比较 然后后面的话就一个数字 所以它的结构一定要长这样 那我们就必须什么 先找到前三名 加上它的后三名 其实答案就出来了 那只是说呢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变出 所以第一个 我们就是先 第一个也许在旁边 我们先做什么呢 也许先找到什么 这个第三好了 比如说它排第三的 那后面的话呢 就倒数第三 可以 那第三的话呢 相对插入函数 我们刚刚有提过 你可以用哪里 你用统计里面的LARCH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找到LARCH LARCH的话呢 范围就是这个 工资里面的第三 那我就找到这个 37,400 那倒数第三的话呢 就是插入函数 一样嘛 统计类你找到small 所以S开头的找到small small里面的话 这个范围里面 排在倒数的 从小算到大 所以其实 那个LARCH跟small 其实也可以拿来做排序 OK 来按确定 好 这个就倒数的 那我只要怎么样 在这边 插入函数 先找到前三的 所以前三的话呢 最近使用过的 那个3米斧 对不对 然后RANGE的话呢 就是这个范围 工资里面只要的 大于等于他 所以特别之后 那叙述方法 你就这样 记得双引号 大于等于先打 后面的话记得 要串接 串接 串接什么呢 串接他 这样才对 OK 因为很多同学 常常会打错 这边 尤其是串接 某一个 这个储存格 或某个公式 记得一定用end串接 你不能说你直接 直接把那个F2加 那不行 或者是 这个前面的 这个没有双引号 也不行 不能说直接就把 这个可能比较容易错 那SUMBRANGE的话呢 你就不用打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说你的RANGE 跟SUMBRANGE 值得同一个范围 那你这个SUMBRANGE 可以省略 OK 按确定 好 前三名加完了 那后三名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记得把它加在后面 然后把这个公式 怎么样 复制贴过去 因为刚刚有同学问到说 老师是不是可以 这边用偶尔 偶尔的话 一般我们是用偶尔函数 偶尔 然后钱光阿虎 然后这边堕点 第二个条件 那我试过 不行 OK 他也不支援 OK 所以他只支援单一条件 他没有支援这种 如果可以 那刚刚我们用这种比较简单 那没有没关系 我们可以怎么办 把这个串在后面 所以加上什么 这个公式 Ctrl C Ctrl V 那记得怎么样 小于等于 这一个 所以把F2 改成G2 打个勾 这样就OK了 但是你想说 老师可是这样子 我希望可以把 怎么样 完整一点 这两个不要的话 那没关系 你就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直接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 记得不要贴错 F2 盖掉就好了 这样就OK了 而且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做 记得是写这样 OK 串在后面 这样比较 要特别注意 这个最容易犯错了 OK 然后 Small的话也是一样 把它贴过去 这样就大公告 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 就等于是可以不用Small 那一般我的习惯是 我先分段做 最后呢 再一次做 不然的话说真的 你一次要把它全部做完 做正确 还真的有点困难 OK 这样就完成了 OK 那 不过 就还有个挑战 最后这边复制一下 这边改成VVA VVA OK 然后难度就更高 这边就可以删掉 就不用了 不过我是建议 你如果不熟Ludge 不熟Small的话 你可以先在旁边先做 做完之后 再把它放进去 比较不容易出错 不要一次很贪心 一次要做对 一次要做对就很容易做错了 OK 然后再想想看 那这个时候VVA怎么写 VVA最好是怎么样 就是直接怎么样 一个按钮按下去 这边就自动完成 当然不是丢公式 一样什么 For I 等于 这什么 这个范围 不过可能就是 一边跑 一边检查 它是不是 大于等于第三的 或者是小于等于 倒数第三的 如果是 就累加 所以这个地方 不用跑两次回圈 像刚刚这个地方 等于是跑两次了 有没有 先跑 先把前三做完 再去做后三 等于是它跑两回圈了 但是我们 如果用VVA写 只要跑一个回圈 因为它有支援偶 只是说 怎么做比较简单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和 好 谢谢观看